刚刚我们的第一题是 一场婚礼是4.2吨的碳盘量 到底怎么来的 这个交通占最多的部分 所以我们尽量地让宾客 有办法做大宗运输 来到这个现场是最好的 另外就是用餐的部分 也占了很大的碳盘放 对 所以你看我们如果采取 低碳做法可以节省快一半 欢迎收看核心协力就地球 大家好 我是刘二斤 结婚典礼 听起来好像是甜蜜蜜的 可是在这个甜蜜蜜的典礼背后 蕴藏了多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呢 什么 连结婚都要算碳排放量吗 我告诉你 真的 一场婚礼的筹备 重拍婚纱照 寄洗帖 收礼金 请客吃饭 客人怎么来等等 都跟碳排放量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可能还超乎你的想象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如何拥有一个不让地球叹息的 完美婚礼 欢迎我们的地球守护者 环保小奸兵队 关门 关水 关电视 我们是环保小奸兵 今天的守护者 是四位活泼热情的女大生 曾经参加过亲戚婚礼的她们 觉得传统婚礼过度浪费资源 无形中也造成环境的污染 究竟怎样的婚礼 才符合低碳的概念 又能够留下一辈子幸福的回忆呢 这群年轻的女孩 又能否过关斩杖 让蓝天白云重见天日呢 四位都是还是大学生对不对 对于这个婚礼应该有 很大的这个憧憬 一生就只有一次 你们想办什么样的婚礼呢 那个惠礼 很浪漫可是又不失环保 很浪漫不失环保 什么叫很浪漫不失环保 你认为结婚典礼 哪一个环节排放的量最高 交通吧 欣宇呢 应该是食物方面吧 就是可能从别的地区送过来 我们要有这个纽西兰的龙虾 这个非常非常的奢华 可是你觉得 这个食物的运顺过程中 就会产生排碳 还蛮有概念的 到底这些婚礼上排碳 哪什么地方最严重 我们还是要请到我们的专家 我们的彭瑞祥主编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彭瑞祥 台湾环境资讯协会 环境资讯中心主编 参与许多国内外环保议题 自己也是绿色婚礼的实践者 其实我们只要想到说 尽量地少用资源 少用能源 然后我们不要用有毒的东西 并且是用尽量是 在地生产的东西 我们从每一个细节去想说 怎么把这个资源捡到最少 那你稍微介绍一下 你的婚礼是怎么办 比如说我就不要在室内 就是在灵光明亮的事外 我就不用去照明 我还跟我老婆自己开车 去租餐具的公司 就跟他们租餐具 餐具用租借的 不是用那种 一次性的那种 好 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游戏很简单 答案一题可以得到 一分或者是两分 如果累计超过十分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看起来 烧得红红的天空 变成清爽的蓝天白云了 我们的参赛者也可以把握机会 问我们专家深入的问题 如果专家认为你们的题目问得好 还可以加分哦 马上进入我们的问答题 请出题 在台湾从迎娶到宴客 一天向来大约产生多少二氧化碳排放 一 3.5吨 二 4.2吨 三 5.3吨 请作答 一 3.5吨 一 3.5吨 他们答对了吗 应该是 二 4.2吨 等一下我们再来一定会了解到 这些碳排放量是怎么来的 来 下一题 文理中哪个项目所产生的碳排放最高 一 交通 二 能源使用 三 婚宴食物 请作答 一 交通 他们答对了吗 恭喜 恭喜 我们来问一下专家好了 刚好我们的第一题是 一场婚礼是 4.2吨的碳排放量 到底怎么来的 4.2吨它叫4200公斤嘛 4200公斤的二氧化碳 对 那其实照在这个交通量来讲 宾客的交通就占了2200多 这边有比较表啦 是 这个交通占最多部分 所以我们尽量的让宾客 有办法做大宗营书 来到这个现场是最好的 另外就是用餐的部分 也占了很大的碳排放 它占了1100多公斤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我们 这个整个婚宴或迎娶的过程 所使用到的物品以及一些耗 能源的损耗 这大概占了700多公斤 所以你看我们还有分高碳婚礼 一般婚礼 还有低碳婚礼 对 所以你看我们如果采取低碳做法 可以节省快一半 对 那如果说我们都不想 我们要很奢华 又会增加快二分之一以上 所以我们做低碳的这个努力是有用的 所以虽然说婚礼是一辈子 只有一次的事情 可是除了办我们的婚礼 要让大家给我们祝福之外 我们也要为地球做一个贡献 对不对 好 然后进行我们的下一题 以下哪一款婚纱的碳排放量最高 一 巴黎手工定制婚纱 二 母亲的古董婚纱 三 台湾设计师款婚纱 请做答 一 巴黎手工定制的婚纱 他们答对了吗 恭喜你们答对了 好 接下来下一题 下列喜宴菜色 哪道菜的碳排放量最高 一 竹生百合汤 二 烤牛肋排 三 胡适菊鲜笋 请做答 碳烤牛肋排 碳烤牛肉 他们答对了吗 没有错 大家的观念都越来越正确了 婚时婚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 素食婚宴的3.8倍 肉类里面又以牛肉的碳足迹最高 来 我们进行下一题 企业的水果盘 哪一样的碳排放量最多 一 泰国香蕉 二 纽西兰奇异果 三 日本苹果 纽西兰奇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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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做答 二 纽西兰奇异果 他们答对了吗 没有 刚刚我们提到一个叫做 食物的碳足迹 还有什么食物里程 到底这些东西怎么计算 我们来问一下专家好了 来 冯主编 其实就是看哪个地方比较远 对 通常越远的地方 它需要运输的耗能就是 我们也有一个图 刚刚我们说的 泰国香蕉 泰国来这边大概2400多公里 2400公里 纽西兰8800多公里 日本是2000多公里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在这个食物里程上 如果我们选择在地生产的 甚至全部都是台湾的 这样更好 甚至是你这个婚宴举办地点 附近的这个30公里以内的 在地的农产品 好 谢谢我们的这个冯主编 好 继续我们下一题 以台湾出发 哪一种蜜月方案的碳排放量最低 一 台湾花东纵谷五日游 二 夏威夷双岛五日游 三 威尼斯嘉年华五日游 一 她们答对了吗 对 没错 好 我们进行下一题 主办婚礼 以哪个季节最为节能呢 一 夏天 二 秋天 三 冬天 请做答 呃 秋天 她们答对了吗 恭喜你们又答对了 来 我们再看下一题 四小时的婚宴中 如果少开一台10吨的冷气机 可以减少约多少碳排放量 一 三十八吨 二 四十二吨 三 四十七吨 四十五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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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吨 三 四十七吨 请做答 四十二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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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她们答对了吗 四十五吨 答案应该是三 四十七吨 太多了 一台十吨的冷气 一小时会产生二十二度电 所以四小时会产生八十八度电 而八十八度电 乘以一度电的碳排放量为 0.536公斤 所以得到约四十七点 一 六 八 吨的碳排放量 环保小煎兵队 目前得到的是六分 不错 不过还有加分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专家 柯正 请说 我想问专家说 就是如果饭店是用中央空调的话 那要怎么样用会比较节能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跟饭店经理 或是说那个 就是跟负责人沟通 就是请他尽量把这个温度调高一点 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在室内里面 夏天的话 大家可以忍受又还蛮舒服的温度 应该在二十六到二十八之间 都还可以算蛮舒服的 只要我们不强迫说 每个人一定要穿着西装皮静 打理台这样子 调高一度的话 大概可以省百分之六的这个电费 我觉得如果饭店他们做得到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说服他 既省电又检碳 有的朋友还响应关灯 就是在关里进行到一半 就是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要响应关灯的这个活动 那就让这个宾客体验一下 我们关灯也可以有很有意义的 做交流这些 在黑暗里面吃喜宴嘛 那点烛光啊 对 然后放音乐 大家还是彼此可以找 开少一点灯也可以 是 好像气氛会更好了 对 蛮不错的喔 好 谢谢专家 我们问一下 刚刚这个问题 给不给他们分数 这个是好问题 OK 我们也是要骗书 好 接下来呢 马上进入我们影片题了 我们影片来自台中大甲的一场 绿色的婚礼 到底多绿色呢 我们来看我们的绿色 这是一场在台中大甲的婚礼 为了节能减碳 新人决定选择中午 在自家庭院 以饭桌的方式宴客 他们的婚礼纪念品也很特别 是一双双的环保块 贴心的做法 让酒席结束后 不会产生垃圾 筷子还可以让宾客带回家 当纪念品 点点滴滴的安排 都在双方家庭全力支持下进行 我们是全年宿 我们也是全日 为了健康 为了大家穿白党 如素本来就很好啊 对啊 我以前是不会说 什么节能减碳 现在真的我觉得 更知道说节能减碳 那么重要 对了对啊 对啊 和乐部委 一定要推广 两家人都有默契 婚礼一定要办素食 女方应宗教因素 常年吃素 而新郎则是在六年前 母亲出车祸重伤 决定吃斋 为母祈福 两人的邂逅也很有趣 因为新郎捡到新娘的手机 送到派出所 两人因此相识 递结良人 这场素食婚礼 不止低碳 更多了一分慈悲 不管是鸡肉 鸭肉 猪肉 不是经过 一定要杀生 那杀生 你只要想到 那个过程 就吃不吃 母亲柯婷素 身为环保之工 更是在慈禁人的建议之下 以当季的水果 现打果汁 取代市售的品装饮料 健康又环保 所有的餐具 也都会使用 天然的茶树粉清洗 不要再制造二次的公害 宁建人很能接受 对 依然他们就接受 都没有质疑 也没有反对 就是希望办一个很环保的 就是完全没有用到 免洗块的婚礼这样子 然后也希望可以 启发大家去做环保这件事情 白色帐篷下 一片欢喜和祝福 是这对新人 心中最完美的婚礼 也会是大家最难忘的 环保许愿 哦 很好很好 果然是这个 环保又甜蜜啦 我们影片题马上开始了 看清楚了没有 好 请出题 影片中新人使用什么 来取代市售的品装饮料 我们影片题一题两分 答案写在手机板上 答案是现打果汁 他们猜对了吗 当然正确答 更正确的应该是 这个当季现打果汁 我们看一下解答 必须要 母亲柯婷素身为环保之工 更是在慈禁人的建议之下 以当季的水果 现打果汁 取代市售的品装饮料 好 我们再看下一题 影片中的新人 赠送哪一种小礼物 给每位宾客 环保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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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答对了吗 来 请看我们解答 密西亚 他们的婚礼经典品也很特别 是一双双的环保块 台湾光是2012年用掉了 50亿双棉洗块 等同制造5公顿的二氧化碳的碳排放 实在是太多了 好 我们接下来 要让大家来规划一个绿色婚礼 你们可以先实习一下 规划一下你们的绿色婚礼 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懂 绿色婚礼的含义在哪里 进入我们的实作题 环保绿婚礼 现场有场地 洗铁 餐饮 礼金 交通 服装 礼品 共7项婚礼项目 请守护者们写出既环保又有创意的答案 计时一分钟 答对一题可获得一分哦 好 计时一分钟 计时 开始 首先给的手 鱼anç nächsten 这是固迹厂地 固外草地 锡点 但是你不会电子锡点 惡 diagnosis 电子锡点 餐饮 ... sondern 当地食材 当地食材 我们是Tay specify 你出来因为你制铁的 比较好看是不是 没写过 女君有汇款了 是不是 客制 你有没有 交通 大眾運輸 大眾運輸 街坡車 好像地農產品 我真的沒想到 戒戒 戒戒 那麗品當地農產品 當地農產品 好緊張 如果台北的話 可以 好 OK...都寫完了 來 給我們解釋一下 好 場地 戶外草地 戶外草地 因為這樣就不用開冷氣 不用開冷氣 而且會有就是室外自然的陽光 好 喜鐵 就是用E-mail寄送 餐飲呢 使用當地當季的食材 當地當季食材 禮金 會寬 禮金我就包現金給你 這個有碳排放嗎 因為會用到紅包袋 交通 就是... 接駁車大眾運輸 OK 服裝 使用二手的禮服 或是像禮服公司租借 好 禮品 當地的農產品 好 我們家賺王奶 結婚就算了 王奶拿回去啦 對吧 環保又健康對不對 好 OK 來 我們的彭主編 我們評斷一下 他們這個綠色婚禮 到底辦得怎麼樣 第一個 場地 可以沒有 OK 好 洗鐵用電子洗鐵 可不可以 可以 也可嗎 不錯 不錯 好 餐飲用當地當季的食材 正確 正確啦 好 好 好 理金用匯款的 不錯啊 不錯 好 這個禮品 當地農產品 好 也可以 好 好 服裝 用二手或租借的 這個好 這個好 正確 交通 用大眾運輸跟接駁車 正不正確 正確 恭喜我們環保小天兵隊 你們得到滿分啦 謝謝大家 不過他們說的 的確是都很有道理 也能夠講出他們一番道理 可是我們這個彭主編啊 你的綠色婚禮 你有沒有人建議一下 用你自己的婚禮也好啊 或者說你看過別人的婚禮也好 這些不同的項目還有沒有 你覺得更有創意 而且更能減碳的一些方式呢 年輕人想的都滿正確的我覺得 那我覺得就是 大家還可以利用這個去 贏一些那個環保禮金 像那個 有環保禮什麼意思 政府單位有辦 最近幾年有開始辦這個 綠色婚禮的獎勵 真的嗎 我們把那個綠色婚禮寫成企劃書啊 那個政府會請專家來評評 政府不能送現金 他會送你禮券 還有呢 其他呢 那麼我覺得像 比如說禮品的方面啊 除了當地的農產品以外啊 像這個手工DIY的一些環保小禮物也不錯 像我自己是做手工罩 手工罩 對 手工罩也是用天然環保的這些材料 自己做的 對 那那個洗衣帖的部分啊 像我們是完全都是用 之外還有就是在臉書上也發起活動 那個餐飲方面除了當季當地以外 如果還可以的話是選擇有機的 有機的 那還有就是有一些也可以讓顧客 賓客自己DIY 我還有弄一個那個 賓客DIY 因為賓客做什麼 那個 那個 蛋仔麵的那個攤位 喔 我請朋友來 你的意思是說 讓客人自己去切仔麵 對…切仔麵這樣子 就是他們 有一道菜是自DIY切仔麵 那他們這樣子可以認識一下這個 整個食品的過程 我覺得滿不錯 其實真的沒有想到 綠色環保婚禮 這變化還是很大的嘛 對不對 那還有其實還有 就是服裝 我覺得可以跟布置一起考慮 就是整個婚禮現場或是場地 場地的布置上來講 除了我們選場地很重要的 布置品也盡量選擇可以重複利用的 像那個花啊 就是農場旁邊的野花 還有像一些乾果那個 乾掉的南瓜啊 補啊這個 釣一釣綁一綁 其實也還有稻草人 用乾稻草來做稻草人來迎賓 對 那個畫面很有Feel 然後做一個拱門 這種甚至不失環保又不失浪漫的一個創意 對 重點說到了 不失環保又不失浪漫的創意啊 而且又可以做到我們兵主驚歡喔 好 恭喜你們 這個單元得到了七分 到底我們環保小兼兵隊 總分是多少呢 我們趕快來看一看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看 我們環保小兼兵隊 他們的總分是多少呢 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五個燈 六個燈 七個燈 八個燈 九個燈 十個燈 十一個燈 十一個燈 十二個分數很高 十三個燈 再來 十四個燈還有沒有 十五個燈 還有十六個燈 十七個燈 還有沒有 十八個燈 還有沒有 十九個燈 恭喜我們環保小兼兵隊 得到非常非常的高分 十八分也成功的 把我們這個燒得紅紅的天空 變成了清爽的藍天白雲 同時我還要恭喜環保小兼兵隊 又登上我們榮譽榜的 千三名了 今天的環保小兼兵隊 在問答題中答對了十七題 加上主動發問的加分 總共獲得了十八個燈 成功幫助地球降溫 你也想來守護地球嗎 趕快來報名吧 說了婚禮這個事情 大家都是蠻關心的 但是我要問一問這個四位 參加完我們今天的節目 你們以後決定 我的婚禮要辦個 綠色婚禮的請舉手 你們答應我了 不能騙我 我們節目要做到你們 結婚那個時候 讓我們去拍你們的 綠色婚禮好不好 好 好不好 OK 非常非常的開心 來 我們的下面來 我們製製給你們環保的鋪滿 我們請從這邊幫我們製製 來 我們希望我們的這個 來賓把這個環保鋪滿呢 繼續執行節能簡單的生活 省下的水費 電費能夠存進去 然後捐贈給我們一項智力環保的團體 謝謝 謝謝 我們也非常歡迎所有的朋友 跟我們報名 一起來參與我們的節目 只要你是四個人組隊的 不管你是家人 好朋友 同事 只要四個人就歡迎來 為我們的守護地球 盡一份心力 核心協力就地球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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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